养老金调整方案,一直以来都是社会各界所热议的话题,毕竟关系着每个人的切身利益,大家也是一直关注有关养老金的一切变动吧。 最近得知了有关消息,人社部又有大动作了,是关你的养老金,一起来看看吧。 7月23日,人社部召开2018年第二季度新闻发布会,中央调戏基金按季度上解下波,目前3716.5亿元,养老保险基金已经到账并开始投资,基本养老保险基金的投资愿名正稳不有事推进。 这些养老金来自这些省份,分别是,北京、山西、上海、江苏、浙江、安徽、河南、湖北、黄西、重庆、云南、西藏、陕西、甘肃。 目前,合同总金额是5850亿元,其中3716.5亿元资金已到账并开始投资。 此外,上海还准备追加委托投资300亿元,四川准备委托投资1000亿元,以后不用担心有的地方养老金不够发了。 除此之外,还有一个好消息,2018年退休人员养老金迎来14连涨,总体上涨5%左右。 赶紧来看看,这笔钱的调整对象有哪些人?还有这笔钱啥时候能拿到手? 此次调整是继2016年以来,连续第三年同步安排适当提高企业和机关事业单位退休人员养老金水平。 其中,企业调整幅度为5.5%,机关事业单位调整幅度为4%,预计将人有1.14亿名退休人员受益。 这将进一步缩小机关事业单位和体退人员之间的基本养老金水平相对差距。 另外,提高的养老金从今年1月1日起执行,起月底签发放的位。 需要说明的是,5%的涨幅是总体涨幅,但是并非每一个人退休人员立养老金直接增加5%,总体上是要钻寻三步走。 一是定额调整,二是挂钩调整,三是倾斜扫整,拿四川来取利。 定额调整,退休人员每人每月,增加基本养老金45元。 二,挂钩调整,2014年10月1日以后退休的人员,按2017年12月的基本养老金为基数增加1.2%的基础上。 在于缴费年限挂钩调整,15年级以下的缴费年限,每满一年增加1元。 缴费年限超过15年的部分每满一年增加2.5元,对2014年9月30日,及以前退休的人员,值一本人2017年12月的基本养老金为基数增加2.7%。 三,倾斜调整,满70步满80岁,满80步满90岁,满90岁以上,三个高龄段,分别增加30元,10元,100元。 对艰苦边缘地区退休人员,按一类至六类地区每人每月,分别倾斜增加10,20,30,40,60,80元。 爸妈辛苦工作了这么多年,养老金上涨绝对是个欣慰的消息,悄悄告诉您呦,只要父母健康长寿,还有大把亲贴作本发报。 高龄今天,对象,80周岁还80周岁以上老年人,其中,百岁及以上老年人长寿营养补贴,每人每月不低于400元。 除此之外,民政部门每年还开下格式各样的敬老安老活动,除重养结前后慰问百岁老人,并发报慰问金等。 但是,我们还需要注意的是2018年领养老金有新规定。 这三类人注意了,就算你交满15年社保,也领不到养老金的。 一,没有及时参加养老金领取资格验证的人,二,下落不明超过六个月以上的老人,三,没有达到规定的退休年龄的人。 总而言之,养老金商调,高龄补贴,退休人员的幸福值真是越来越高了。 好好活着,就是胜利,你还不赶紧告诉爸妈涨钱了。 瞧一瞧,算一算,这次荷包丢股了多少。 如果喜欢本视频,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别忘了按赞哦。